大家好,各位好。歡迎大家一見,黑貓一起練日文 來到2022年,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今年也請大家多多指教 2021年,在年底開始拍自動詞 還有其他動詞 今年也會繼續 因為年尾實在太忙 停了 不知道有沒有YouTube的朋友 有在等著 我會努力上傳 對 Podcast 未必會拍得那麼密 但也希望繼續做 另外我也想自己 可以多些接觸日文 或者和大家分享日文 今年的目標 就是希望再拍多一個系列 其實我有很多日文的主題 分享也想拍影片給大家看 不過實在沒有那麼多時間 最主要是我懶 希望今年可以趁這個年頭 開個好年 開始努力拍多些影片給大家看 這個新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想和大家一起看日本的新聞 大家都知道 學日文 無論你是自學也好 或者你出去跟老師學也好 你私底下也要練習日文 如果你不是在日本生活的話 你要嘗試多些不同的渠道接觸日文 不是那麼容易 在香港就可以接觸到日本人 又未必 日常生活也不會接觸到日文 唯有自己主動去接觸 看日本新聞 看日本新聞就是一個途徑 所以今年開始 都想和大家一起 每天看一篇的日本新聞 希望我做到每天一篇 做不到就可能一個星期三篇 看看情況 我會努力的 目標今年 2020年 可以勤力回溫日文 有很多主題都想做 如果時間去好 都想拍多些給大家 或者大家有什麼想看 或者想一起學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者是IGD有沒有 好 說回看日本新聞 我會每天選一篇 可能我自己有興趣的文章 就和大家一起看 如果那天有什麼新聞 想看 想分享 都歡迎你在IGD的網站 寫我告訴我 好了 我們就一起看看今天的文章 我們今天就看這一則新聞 但是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使用人 是世界的49億人 非常多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一看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使用人 是世界的49億人 非常多 國聯的ITUによると 2021年にインターネットを使用人 是世界的49億人 ぐらいいました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広がる前の 2019年と比べると 8億人ぐらい多くなりました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使う人は 2020年に特に多くなりました 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問題で 出かける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って インターネットでウイルスなどについて 調べる人や買い物をする人が増えたからだと ITUは考えています しかしITUによると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一度も使ったことがない人は 世界で29億人ぐらいいます インターネットが繋がりにくくて あまり使うことができない人もたくさんいます ITUは世界のみんながインターネットを使うことが 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言っています 愛知知情報狂乱がらたくさんいくつか я否決めすることが大くさん incertされるか だから私たちは見ておりでく度がくる だから普通の新聞の一般で あなたたちはws時に計画するのが どんなこと是1.5倍速度issどうか なければなっているようなら だと思っておいて大き的時候 みんなが言ったりMB端に ダットブルな應用ラスに そして他の obwohlより Siriばりanish sua Kombuzir後の速度を調整 可以AMLi 다くさん分から ということで2倍速度 awakened 是由Easy Japanese 如果大家有興趣每天看新聞 就可以去下載Easy Japanese的Apps 除了有新聞之外 就很好 它會有朗讀的功能 另外在裡面你也可以學到很多不同的文字 很容易就查到 可能你下載那個字之後 其實你就馬上可以看到 那個字或者那句是為什麼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下載這個Easy Japanese來看一下 如果大家不知道看什麼好 可以每天跟著我一起看一下 其中一篇的新聞 順便除了知道日本的新聞之外 也可以訓練一下聆聽的能力 好 那我們一起看一下這個文章 第一句 使用互聯網的人 在世界上有49億人 變得非常之多 讀的魔是非常意思 然後這個難達就是變得 這樣的意思 根據聯合國ITU 2021年使用互聯網的人 在世界上大約有49億人 這裡大家看到它highlight了 國年 就是聯合國的意思 Internet 就是我們平常說的Internet 就是互聯網 新型感染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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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之前的2019年相比 變得多了8億人 大家看到這個 Hirogaru Hirogaru就是傳播的意思 Internetを使う人は2020年に特に多くなりました CORONAウイルスの問題で出かける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って Internetでウイルスなどについて 調べる人や買い物をする人が増えたからだとITUは考えています はい、これが本当に大きな話だね 実際にとっては難しい ITUの意味は、これは冠状病毒について 人々が無法外出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なので、更多人が使用互聯網調査 有關病毒と購物等 調べる人や、や、やなどの文言 等、等々、等々、ち or むついて 除了調查的人,あとは、買い物をする人 買い物をする人、増えたから、増えたカラ 足以増加、ITUは考えでいます 就是他們這樣考慮,他們覺得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根據ITU,一次都沒有使用過互聯網的人 在世界上大概有29億人 很厲害,他們可以查到有29億人沒有使用互聯網 他們也沒有使用互聯網 這個意思是 一次都沒有使用的人 這樣子的意思 由於難以連接互聯網 所以不能用互聯網的人 都大有人在 最重要的是連接 前面的就是網絡 就是連接互聯網的意思 ITU表示有必要讓世的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互聯網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文章 如果大家對其他文章有興趣 都可以上EC Japanese Daya 因為上面還有很多新聞 每天都跟大家分享不完 希望每天的新聞閱讀 可以幫助大家 了解多些日本之語 留意多些新聞之語 亦都可以學習到少少的日文 或者是維持著一個日文的環境 對啦 如果你對我這個系列有什麼意見 或者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讚 以及分享出去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 是 我們 Albert